旁邊有一個男的啦 裡面啊 對 他不讓我進去 女子站在房間門口 指手畫腳的嚴謹大聲 跑向他到底吵什麼 劈哩啪啦 女子連豬炮石抱怨這個吵著那個 卻讓警方有聽沒有懂 只能不停的問 話都說不清楚 嘴卻沒有聽過 處理嚴謹想要個身分證 女子又有藉口了 鬧了這麼久好不容易 抑證女子抱的身分證 一查就發現 怎麼長的 一停都不下 他是謊稱說 他是有經過整容手術 所以才變得這麼年輕 這個答案真的讓圓警哭笑不得 原來還謊抱的身分 是他母親的 而女子真正的身分 虛米通氣犯 不是不聽 而是謊話連偏把媽媽都辦出來了 帶回警局 女子還是抱怨不停吵鬧 一場就是三小時 讓警方都想問小姐 你口渴了嗎 喝完水 他就被一通氣身分 移送地檢取歸案 這有黃金和張平鴻 開中報了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